今年是我们来中国的第三年 过去的两年我们搬了两次家 为了遛大小区更方便 我们从村里搬到居民小区 到了2020年 想要搬到更少老人小孩的地方 我们又搬到了商业公寓 今年我们考虑到了更多因素 又准备搬家了 那里有更大的居住空间 生活成本更低 最重要的是有更大的草坪 可以给小西提提自由的玩乐 回想每次搬家都是个噩梦 小西是最后一个被搬走的 她经常一个人在家 心情就不好 会乱料妙 而且每次搬家都花半个月适应 今年又让她经历一次 太委屈她了 但适应后相信她会更开心 以后每天都可以在大草坪奔跑 空气更好还有闻不完的处 只是这一次搬得太远 估计更难遇到小西的朋友 但相信我们在那里 也能遇到更美好的事 无论搬到哪 小西都会一直在疗愈你们呀 所以大家要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哦 每次晓得了 前面对 感谢观看